很奢侈的事情了 我叫徐花真磊 今年22周岁 在我发育的这一段期间 得了一种概率非常小的 很奇怪的病 不发性磕突吸收 就是其他地方头都在长 可是下颚并没有长 反而在后缩 越退越后越退越后 医生是建议是做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恢复期吧 所以有时候其实里边还是肿的 现在下边碰他还是没有知觉的 面对命令的不公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 勇敢地接受手术 积极地治疗 努力地练习 下颚被拉出来之后 他不是那么地压迫我的气道了 可以继续唱下去了 我觉得 今天他终于可以向大家证明 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 他想唱歌的决心 徐花真磊大声唱吧 大家好 我叫徐华真磊 怎么取四个字的名字 因为我爸爸姓徐 我妈妈姓华 这是一个男孩的名字 对 所以小时候一直被误认为是男孩 但是我侧面看还特别像孙燕姿的感觉 太像孙燕姿了 我这个角度看就简直就是孙燕姿的翻版 谢谢 能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在就是生长发育的时候 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吧 下颚就是坏死 就是他会往后缩往后缩 然后他会压迫到气道 然后导致咬合不振 没法咀嚼 对 以前连吃饭都不能吃 对 非常困难 你现在要来唱歌 对 哇 我的咬字其实很困难对我来说 因为我得拼命地靠自己把 就是拼命感觉还这样往前伸 往前顶出来 对 而且有的音 我根本就是发不出来的事 就是很难很难 非常难 其实我们失去之后 才知道原来有多可贵 句话真磊可能有一段时间 一点一滴感觉自己快要失去了 唱歌的那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现在又早回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地鼓励你 在你唱之前 我还是希望大家 再热烈地掌声鼓励他好吗 加油啊 谢谢大家 今天有四位类组等待着你 你要挑战谁 请做选择 是他吗 是 为什么要挑战他 特别喜欢他 是因为他的音乐 还是因为他的外形 各种 哦 好吧 你今天的挑战歌曲是 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他也是我就是学会的第一首歌曲 所以我觉得今天站在这里 也是我第一次上台给大家唱歌 所以我想从头开始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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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跟你们 快乐是 选择 快乐是 喜 未经历 甜言 不愿意 反送 多 那一刻 靜靜看迷离走 一点都不想我 原来人会更的温柔 是偷舍得懂了 爱情是流动的 不由人的 何必激动着有理由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 不是骗我 爱过谁会舍得 把我的梦要醒了 全部幸福不回来了 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 也翻阅了 有昨天还是好的 但明天是自己的 开始懂了 快乐是生的 谢谢 你可以的 谢谢 完成了 你的人生的第一次在舞台上的表演 对 感觉怎么样 棒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黄老师你觉得呢 唱得真的非常的好 真的 纯粹唱歌来讲 可能比大部分从小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来讲都还要唱得好 很多人应该是蛮羡慕你 可以有这么好的声音 你整个人的内内外外 真的非常适合表现孙燕姿的歌曲 希望你在我们大类组里面能够有机会继续往下走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来看看 一共有点火的是三位我们的类组 而且好像我注意到第一位点火的是王靖 是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曾磊 因为他长得很像孙燕姿 但我觉得他真的有自己的风格 有自己的风格 而且我相信有一句话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必定打开一扇窗 会给你这样美丽的一个嗓子 我很喜欢你 所以我其实因为欣赏你 我才按下这个 如果真的挑战 你有信心吗 有吧 有 第一次看到你有心虚的时候 齐翰 刚刚你听到他想挑战那位类组 一切都非常的棒 你当时有想到是自己吗 我或多或少 我会想到一点 联想到自己 有会被别人说过 你的声音像谁吗 真的没有 就像自己就最好了 也像孙燕姿吗 我爱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我觉得齐翰真的相当不错 就随时都可以来 就跟我一样 天青色等于你 而我在等你 黄老师 您除了青花词 能不能唱点别的 今天黄老师 打歌符都准备好了 最终他要挑战的是 王靖 这绝对有的较量了 来 偶像 你已经把他当作偶像了 对 我会买他去看他 谢谢 万一把人家偶像都劈下去了 没事 偶像就是用来超越的 对 对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 选择 其实这台是真的我 柔弱的感觉 我在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你非常的霸气 现在我感觉上你越来越有 小女子的那种温柔婉约的感觉 穿成这样你说我温柔婉约 你就是误入我这些形象 你又回来了 你又回来了 今天给我们的挑战曲目是 来自王洛宾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一首很好听的老歌 来 掌声送给我们的王靖 在那遥远的地方 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首 经典名歌 虽然已经被翻唱为多种版本 但却怎么也无法跟白雪公主 联系在一起 摇滚风 格林童话 和经典名歌 这样的混搭 究竟会产生怎样神奇的火花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靖的 百变童话秀吧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绽放 人们走过了她的绽放 都要回头留恋的长王 我愿做一只小鸯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地边 不断轻轻搭在我身上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踏地绽放 都要回头留恋的掌握 我愿所以只想要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地边 不断轻轻搭在我身上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地边 不断轻轻搭在我身上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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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晋 我需要吃苹果 缺氧了 你别装了 你是皇后扮演的白雪公主 没有 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位好姑娘 她被腰后堵死了 所以 你还有故事的 对 她希望有一位真诚的白马王子 能够把她吻醒 我觉得一般男生 我房子里还有苹果呢 一般男生还真吻不下去 因为你刚刚那个霸气 那 有没有被电到 黄晋 我很确定 你走错行了 你早该做摇滚女王了 那我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吗 你在我们大类组做了很多很多的表演 今天这个表演 我最喜欢 真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我们儿童剧舞台的确不太适合给这些几岁的孩子 然后再这样不太合 我要真的重申一下儿童剧 千万不要小看小孩子们 有的时候小孩子真的是很智慧的 智慧胜过成人 真的 是不是黄老师 是 对 而且今天你这身打扮 特别这个裙子的长度我特别地欣赏 为什么 我认为以后从此之后白雪公主 应该都要以这个长度为标准 印象中的白雪公主都是到脚踝的 对 我认为这个长度比较适当 好 希望从此之后能够带领新的潮流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继续朝这个方向 往前慢行 好 好 我们来看看你的挑战者 来 震蕾 刚刚她的表演 你在下面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已经投入了 一直在尖叫 爽爆了 我很喜欢这样 可是我小气嗓门唱不了 可以尝试一下 天黑黑其实也可以摇滚一下的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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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座主请投票 战胜疾病后 第一次大声唱歌的徐华珍蕾 和造型白变 能唱能跳的黑雪公主王静 究竟谁才是你心中的大泪主呢 OK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风向标老师 黄书军老师 你的选择是 徐华珍蕾 在唱完之后 我心里面就想 谁被他挑到 谁都 凶多吉少 王静表演完之后 我认为王静 风凶化吉 所以我这票投给王静 谢谢黄老师 第一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说 但是这几期黄老师 我已经发现了 慢慢从章鱼保罗变成了真正的黄半仙 每次准确率都是百分之百 真的吗 所以我心里还有点底 黄老师你是做了什么调整吗 其实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做一个迷样的男人 我不想被你们掌握住我的路数 所以目前状况还是扑朔迷离 你们是猜不透的 但是黄老师 你今天虽然投给了我们王静 我们也要说说之前的故事 带着炸鸡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事什么时候落实 就你这句话 我这把钥要是我赌出 赌出 老师 炸鸡不贵的 再来一次 我这把钥要是赌输了 我就请大家吃炸鸡 一句话 我们等着你这句话了 好 真蕾 你可以用全力选择十位媒体评审 你觉得比较有演员的 他的投票意见 我选天涯社区吧 感谢真蕾选我 但是实在是太喜欢黄静了 他的那个盒子里 像是什么东西都有 在他面前什么都不当心 就浮云了 我就是鸡鸡猫那个摆编的小兜 小杜当 对 那我把这票投给小杜当 谢谢 2比0 珍磊 你可以再看看 谁比较有演员 东方卫视吧 那说一下 其实那个珍磊肯定选择我是因为 我在化妆间当着他男朋友的面 说了声美女 我没听到 你没听到 你男朋友看了我一眼 真的吗 然后他让你选我对不对 没有 好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今天那个王静师姐 表现优异 他很好地演绎这个中毒的双唇和熊猫的双眼 所以我的选择是这个 吃剑 宣燕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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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比3 你好像有点凶多吉少 有点 要不要考虑一下 现在可以选择放弃比赛 你还可以拿走节目组为你提供的2000元的梦想基金 珍磊你想一想 要不要继续挑战 女神在面前 你现在开票的情况 0比3 连今天黄老师赌上他生命的一票 炸鸡送上全场 他都觉得王静会赢 你 我觉得其实本来选女神就没想过可以比过他 所以我选择放弃 你就是想跟女神在同台一起唱个歌 对 我就想跟他站一站 还是按照比赛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票数好不好 好 来 先看一看我们的11位的我们的评审老师 你们的投票情况 10比1 特别是风行网的那一位 刚刚大喊说你继续支持 他也投了王静 对啊 这小姑娘特别勇敢 勇敢的人不能放弃 但是就是这是我的想法 我这个人比较2 但是人家小姑娘比我理智 小姑娘 你知道你刚才老师让人家唱什么摇滚 人家为什么要唱摇滚 人家特别聪明 人家知道自己适合唱什么摇滚 那是 让他聪明体现出我笨 那不就是主持人应该做的事情吗 你太棒了 这是大智若鱼啊 没有 我从小都是表里如一 都是笨的 好 所以你骂我表里不如一是吗 我没有骂你 我有说了吗 哪有 你那么聪明 10位评审老师中就你最古灵精怪了 谢谢 你不相信前场观众都能掌声送给你 谢谢 来 我们来看看90方阵 票数还比较平均 21比15 你只差6票 我们来看看80后的方阵 好像红色稍微多了几票 36比25领先11票 看看70年代的方阵 你们的投标情况 47比39 在这一个方阵 你还拉回了三票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60年代的方阵 叔叔 阿姨们 你们更喜欢谁呢 身份 父亲 杀鸡 杀鸡 58比53 你赢 全场最开心的人 可能不是你 是黄老师 是 我们接下来还有两组选手了 现场的朋友 我们等着杂鸡吃 来吧 我就跟你们拼了 那在这里我们 不好意思 珍蕾 你很聪明地理智地选择了放弃 既看到了自己的女神 又很顺利地拿走了 为你准备的2000年的梦想基金 我觉得应该是开心的 聪明没办法 对啊 就这个并怪 可是脑子好 我看出来了 掌声送给我们的珍蕾 谢谢每一位为我投票的朋友 谢谢 我们的珍蕾来到我们节目 虽然今天挑战失败 但他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徐华珍蕾 我们为你加油 下一位挑战者 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 但是帅并不是他的全部 大家好 我叫陈希俊 因为梦之声很多人认识了陈希俊 但也让大家误以为他只是个会搞笑的帅哥 好逗啊 好可爱呢 能不能不那么神秘 他不那么神秘他就不精神 但其实在网络上不靠外表 不靠搞笑单靠歌声 他就已经拥有了几十万的粉丝 今天他要向大家证明 会搞笑会唱歌 还是全能的帅哥 好帅啊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陈希俊 黄老师好 主持人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现场很热烈 好像还有很多后援会 而且还统一着装了 是这样 他们大多数认识我是通过一个软件 也是手机的软件是唱吧 跟我们的美女杨娇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唱吧里的成绩怎么样 哎 多少 80万粉丝啊 哇 这来的是快将近90万中的这几十个 嗯 对 他们是上海的 上海分会的 对对对 你的粉丝团相当的庞大 他们很可爱的 他们很可爱的 大概是我上海分会的 大概十分之一吧 我不敢当啊 我还有一个小的私心 我想寻找一下我的黄幻 你又要找王静吗 这位先生 你吃苹果吗 我之前特别的喜欢王静 但是 哎呀没有机会啊 然后我就发现 黄幻你今天怎么基因突变了 我真哎 他的名字里面有个郡字哎 哎 郡王爷 两个郡王爷 你来个东西互动手 这 这 这这 黄老师你说 黄老师对不起了 我今天 反正您这辈子已经不方便了 我名字也有个郡字啊 那年杏花微雨 把手放开 我说我是果郡王 你吐了 不过我还是爱你的 所以今天我来找他了 对不起了 黄书俊老师你先回去 我会用我的实力 打败黄书俊老师的 你看好啊 回去 我怎么这么不信您呢 黄老师我可以 请您 离开你的金座吗 坐不到 你要干嘛 我要出场了 小心 老师你的手好细 把手放开 慢一点 来这边请 哎呦你们这样牵着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皇帝 和一个太监的故事 黄老师 开始之前四个字送给你 凶多吉少 我也觉得呢 我先闪一边 你开始了 但我觉得黄老师一定会逢凶化吉 哎 说得好 来来来 老师 您的动作秩序 对 老师 您远 谢谢您 有备而来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国中央电视台 电视机前 以及现场的叔叔阿姨们 大家新年好 我是主持人董卿 他是小君啊 我就是小猪君 对 你就是朱君 我就是董卿 大家都知道 董卿台风特别霸道 所以我需要黄书军老师 一直沉默 来衬夺出我的霸道 黄老师 你的职位好重要啊 在新的一年 将由我和大家 在今天一起度过 2014年俄年的春晚 最后 让我们一起 辞旧迎新 共度凉宵 谢谢 请请 请请 结束了 我刚刚干嘛 我刚上春晚 你上春 我终于上春晚了 一个多小时 你是睡着过去了 老师你知道吗 这个最大的作用就是 因为你衬夺出了我的霸 其实戏都在你身上 对 其实刚刚那个角色 内心戏是非常重的 也是要累积数十年的表演的功力 才有办法扮演刚刚那个角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 反正我是看懂的 真的吗 大家觉得我的表现怎么样 黄老师 辛苦您了 如果你支持我的话 请按蓝键 还真是 黄老师 谢谢 辛苦 谢谢你 委屈你了黄老师 看得出实际是一个脑子很灵活 而且也算多才多艺 很阳光的一个孩子 不过来到我们的大列主 梦想是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带带我的老爸老妈去旅旅游 我的妈妈和爸爸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特别有意思 因为没去过大的地方 带着大葱 带着干豆腐 带着大酱 就在里面 坐在那个小亭子里面去吃 他们就会觉得那是旅 那就是旅游 所以我想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我一定要带他们去 咱们上海周边 苏州杭州去看一下 那么美的风景 我觉得就足够了 如果你能成功 应该可以够二老一次不错的旅游了 对啊 所以我会努力的 加油 加油 现在请选择你要挑战的类主 你都想好了 我觉得和他比 输赢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 《迎战》曲目是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又是一首好听的歌 一起来欢迎CG 掌声欢迎 我们之前没有 老师我跑掉了 对不起老师我跑掉了 对不起 我们之前没有眼神的关系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 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 只在黎明昏着夜色时 才有渐渐重变的片刻 白天和黑夜 白天和黑夜只交替 只交替美交换 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 我们将额的线 我们仍坚持 各自等待原地 把彼此展成两个世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不懂那月亮的阴雀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点 不懂我伤悲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谢谢大家 黄老师 你觉得怎么样 齐俊唱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年轻的想象的方式 感觉就是这个年轻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黑 真的 拥有像你这样这么庞大的粉丝团真的很不容易 表示说你除了才华之外 你的人是很有魅力的 这首歌唱得可圈可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会努力的 你看 还有支持你的人 为你送上礼物和花 好 有大有小 还有孩子呢 我要放到舒俊老师的旁边 因为这是大类主的规则 你懂的 我懂的 可以 我喜欢这个年轻人 接下来就是要看看到底哪一位内主愿意迎战 有两位点燃了战火 一位是齐翰 另一位其实应该是你的同行 在同一个地方在唱八 你们又在排行榜上经常名字互换 对 所以今天我来看一下他的真面目 所以我说这一话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没错 你都已经揭晓了 那我也不保密了 他挑战的就是杨娇 请出战 其实我知道陈希俊已经很长时间了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位歌手 你 其实我在这个台上讲过很多次 我是一个特别没自信的人 我总觉得看谁都比我好 我特别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听杨娇唱歌 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漂亮很美 我懂杨娇刚才说话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唱八 可能我们的竞争不是很大 但是往往会被别人想到我们的竞争很大 明白 所以别人会认为我们的关系不好 但是我们今天来这也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录完节目我们没准就去吃饭了 今天的迎战曲目 我今天想唱一首 外来妹的主题曲叫做我不想说 歌词的很多的心境 跟我现在的情况特别的像 我觉得什么都是一样 一样的天一样的脸 只要我们好好的走 路就在我们的脚下 在那个年代这首歌 真的是感动了一批人 对 我们今天再来回味一下 有请杨娇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大家 加油 61 двиг 我 不想说 我很 енить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 看看可爱的甜摸摸真实的脸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 我能拒绝许多的梦 隔一身远 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 想想长长的绿 擦擦脚下的鞋 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一样的甜 一样的脸 一样的我 就在你的面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血 我不能 我不能 没有你的世界 一样的甜 一样的脸 一样的我 一样的脸 就在你的面前 一样的路 一样的脸 一样的脸 哇 杨娇 你觉得你的原名应该叫杨玉莹 所以你后来改了一名叫杨娇吧 没有 其实我唱这个歌的时候 我心情特别复杂 哎呦 黄老师觉得呢 我经历了 杨娇唱这种抒情歌曲 比你自己想象的来得更好 你天生的音质 很细腻的 很适合唱这样子的一个抒情的流行的歌曲 但是你唱明歌的时候 感觉比较有自信 所以我在这边是要鼓励你 唱这个歌曲真的不用怀疑 你可以唱得好的 而且你的确唱得很好 你有没有像这个陈希俊这样有 这么有组织的粉丝团 你下一次其实可以也请那些粉丝团朋友到现场来听你唱歌 帮你加油一下 你只要有勇气拥抱群众 一定会帮助你的表演能够更上一层楼的 要鼓励你加油 谢谢黄老师 来 我们请向希俊 两位来到我的身旁 接下来是我们的投票时间 谁是大类主 今天你做主 支持杨娇 请按红色按钮 支持希俊 请按蓝色票 请投票 在网络上 人气不相上下的两人 首次正面交战 究竟谁的实力会更胜一筹呢 谢谢 OK 投票完成 我们来看看今天黄书俊老师 你的选择是 两位都是在唱八非常高人气 已经拥有这个粉丝都已经是败万级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那样的程度 相信你们的粉丝们也应该同意我的话 你们其实应该表现得更好 对不对 就两位在今天这样的状况演唱之下 我的决定是 我这票投给杨娇 我也抱定了大家有机会吃炸鸡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1比0 希俊我们的规则你现在暂时落后 但是我们还有一百一十票 你可以从我们十位媒体评审中选出两位 3G 虽然希俊选择了我 但是杨娇唱的可能更动情一些 更打动我 所以我把票投给了她 谢谢 谢谢 那我看到PPTV的人很想说 我是投给了这位陈同学 因为我怕不投的话 粉丝会回过头来砸我的 我开玩笑 比分是2比1 希俊你作为一个挑战者 你有权利选择继续比赛还是放弃 如果放弃的话 可以直接拿走两圈的梦想基金 我想说我们两个不管谁下去了 或者谁在类主的台上 都会带着彼此的梦想一直走下去的 所以说我今天选择坚持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好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现在是2比1 11票之后 他的比分如何呢 请开票 现在杨娇9票领先 来 我们可以看看 90年的我们的方正团 你们的选择是 请开票 26对10 差了16票 80年代的方正 你们的票数如何 请开票 红多蓝手 45对16 70的方正 你们的投票结果请开票 好像 60对26票 最后60年代的方正 请开票 72对39 是 其实今天 我抱到美女了 我觉得 还牵手了 说话就说话 把手放开 这边牵完 那边也牵 这边又牵 你这不能牵太多 你们的手都没有黄老师的手 嫩呢 是吗 对啊 黄老师的手是最嫩的 开个玩笑 我希望杨娇牵着这个手 然后带着我的梦想一直往下走 走了很远很远 然后等有一天 我的雨意丰满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进步 谢谢大家 来 掌声欢送一下我们习俊 陈希俊抱着对粉丝的欠揪 遗憾地离开了舞台 这让下一位挑战者 也更加紧张起来 接下来这一位 又是何方神圣呢 掌声欢迎 怎么称呼你 我叫田博 然后职业是歌手 但是呢 可能我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 不是很知名的歌手 所以是在音乐上努力 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不知名歌手 但是我们正奔着 知名歌手的路线 知名了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哪个地点哪条街 上台就唱主持人的歌 绝对以后会红 主持人绝对给你多加照顾一下 今天也来了好多自己支持的后援会 对啊 他们非常辛苦 而且不仅有他们听说还有一些圈内的朋友 也给他录来了祝贺的VCR 哇 我都想看看有谁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贤子 我是老男 我是宋柯 我是带一个主持人 田博的专辑 什么什么的人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我的好兄弟田博 新专辑 什么什么的人 大卖 郁柱专辑大卖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加油田博 很厉害 你在音乐界还有很多资深的老师在支持 没有 我们看到宋柯 像贤子 还有很多老师 人缘很好 就剩点人缘好了 其实说到这里面 我觉得 我感谢今天一路陪我的人 特别是我的妈妈 因为我知道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虽然我是个北京人 但是 其实 现在一直在跟妈妈租房子住 明白有时候 经济压力是一个男生必须要去面对的 特别你已经 是的 你现在年龄也越来越大 你开始感受到要承担家庭的责任 我相信你只要靠自己努力 一定可以的 加油 田博 今天来到我们大类主 想好要挑战谁了吗 想好了 请做选择 就是她了 对 我觉得这个选择也非常的合理 今天田博 你的挑战歌曲是 今天我要演唱的是张辉妹老师的《调》了 掌声欢迎 选择调的这首歌 是阿妹老师的歌曲 早年就是家里边把妈妈里分开 可能让我对父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每次唱到这首歌曲 我都会想到那些 心里边很难受的感觉吧 所以我希望我的歌曲能感动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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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唱過的歌 曾經唱過的笑聲 愛之中不斷拉扯 想念不能承認 偷偷擦去淚痕 冬天過了還是會很冷 故事情節掉了 竹橋對白掉了 再屬於劇中的對角 心也掉了 胸口沒有快樂 斷了吃的白隔 不枯萎的藉口卻掉了 好 謝謝天博 黃老師 你有什麼評價 天博唱的是張惠妹老師的歌 對 不過我看你這個樣子 長得倒有點像余澄慶老師 以後會成哈林歌那樣 哈林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 白白晉晉的奶油小聲 我覺得天博有一個特點是 你的高音 高音相當的輕量 聽起來很輕鬆 因為一般我們唱到高音的時候 基本上是會比較緊一點 但是天博的高音唱得 這個真的是舉重若輕 舉高若低 今天特別輕鬆 就是唱高音的時候 就像我們唱低音一樣 這麼地輕鬆 這應該是你的特色 從這個地方好好發揮 應該是不錯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可憐 我們來看看 迎戰情況 四位類主持人 都按下了戰火 我為什麼要按下這團火呢 雖然我們兩個風格不太一樣 但是呢 其实我跟她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是吗 对 我也是李懿家庭 我也是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 可能我比你稍稍幸运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我知道李懿的家庭都是很辛苦的 是的 两位有同样的经历 我觉得在场下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你要比拼的这位类主了 他就是 齐翰 两位超级大帅哥 又有才华 又会唱歌 其实我觉得 像我刚才身边的这位哥们说的话就是 不光音乐风格像 可能感觉也像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 背景的东西其实也蛮像的 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那几天我爸总给我打电话 总给我打电话 然后过得能一周 我爸打电话说 哎 那个 你爸做手术了 然后 你 你快回来吧 然后我 我说实话 我当时觉得 我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然后 我当时就跟我爸打电话 我说 爸 你怎么了 你干嘛呢 然后我爸这句话说 哎呀 儿子 就是我不想影响你的事情 然后我就做了个小手术 后来我问什么手术 我爸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心脏搭桥 然后高血糖 高血压 因为我爸很胖 然后我第二天 二话没说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 在那个期间 我就在医院陪护 然后我就发现 真的很认真的发现父母 真的苍老了好多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的话 我是否应该放弃音乐这条道路 然后回到家人的身边 给他们做一些事情 然后 我爸就会总会对我说 儿子 你放心 老爸为了你的事情 就算是砸锅卖铁 跟朋友借钱 也会一直地支持你 老爸永远停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齐翰 你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 就一定要在这个行业 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且我今天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把我接下来的这首歌 送给我的老爸 这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 我想对电视机前的 我的老爸说 爸 我永远是你的儿子 家里有事情 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听到没 这番话不仅是说在现场的 也是电视机前的 很多像我们这辈子的年轻人听的 孝顺自己的父母 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 你要来唱这首歌了 《我只在乎你》 希望你有好的表现 加油 好 西翰 谢谢 加油 《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认识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如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清晰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清晰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自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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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 情愿 老爸 我爱你 哇 王老师 你喜欢这样的风格吗 齐翰 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我一直觉得 你内心还是个非常 质朴的人 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唱歌比你自己想象的 要好很多 所以你要更有自信 在很多关键的地方 再往前冲 再撑他一把 这首歌就更完美了 因为这个歌型非常适合你 特别是几个转音 转成假音那个部分 那是很难掌握的 但是 你可以做得很好 更重要的是 你包括你的舞台的态度上 也要展现出 我可以做得很好 那样子的自信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把这首歌 表演得更加的完美 你的人气 你的高人气 不是没有道理的 自己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好吧 好 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今天的点评 我们请上挑战者 田博 来看看今天的结果 请我们所有的评委老师 做好准备 拿起你手中的投票旗 支持田博 请投蓝票 支持齐翰 请投红色的按钮 谁是大类主 今天你做主 请投票 黄老师 你的意见是 我这一票 我要投给 更需要自信心的齐翰 谢谢黄老师 谢谢 田博 其实我觉得你在舞台上 也需要自信 你要不要在我们的 十位媒体评审中 找找自信 看看谁会投给你 我先要选东方卫视 两位帅气的孝子 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 以及人气的 唯一的是需要一点信心 所以我希望田博加油 我把票投给齐翰 谢谢老师 谢谢 两票 田博 你可以再选一个 就是这边的最左边的 王云音乐 来 有请 我觉得从刚才两位的声音状态 和发挥的稳定度上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齐翰更好一些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现在的情况 0比3 田博 你现在要放弃吗 微微不自信的田博 在这种3比0 独立的情况下 会勇敢地继续坚持下去吗 中间标 这个比1 0比5 我间调 非常选择 积赛 继续贬 根据 你再勇敢地继续贬 現在准备完 你再勇敢地继续了 帅設 我们先看看剩下的 我们的媒体评审 你们的投票情况 请开票 10比1 齐瀚领先挺多的 领先了9票 80年代方正 你们的投票情况是多少 请开票 21比15 现在的差距是只有6票了 我们来先看看60年代方正 他们的投票情况 现在的票数是33比28 你又追回了一票 只差5票了 我们来看看70年代的方正 你们的投票情况是 天搏的比分 一点点追了上来 接下来会发生今天大逆转吗 我们来看看70年代的方正 你们的投票情况是 红多蓝少 谢谢系灵的老师们朋友们 谢谢 52比34 这一块上拉开的差距 突然差了18票 好 90年代的方正朋友们 你们的投票情况是 请开票 红多蓝少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总票数 71比40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天搏 后悔吗 不后悔 那现在的心情怎样 我觉得来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掌声 叫声 宽散我们的天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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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艺男孩王博文的出场 引得尖叫连连 接下来将会有更精彩的挑战 你准备好了吗 感谢新浪微博 风行网 网易云音乐 酷狗音乐 天天动听 酷我音乐 续练看看唱八队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谢谢电视七天零 以及现场的观众 媒体评审 大众评审 黄书俊老师 以及东方的乐团 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了